新品牌第一款持久还是佳的龙门轴体 自由者LG75 这款键盘一上手我就想起那个坠路超大颗粒的赛文 加上待缓冲的脚撑 这个logo一遮啊 说它是坠路出的一个星期五我都信啊 这样一款持久键盘它的表现能不能让我满意 本期视频一起来分享一下这款LG75 首先键盘的外观其实并没有太多设计了 标准的75带旋钮布局 三面透光的键帽也有不透光的键帽可选 价格会更加的好一些 那键盘重量979克 前高19.42毫米带脚贴21.31 因为定位板是这个金属材质 所以就算是这个塑料外壳整体的强度也是 这个非常有保证的 并不会因为键盘的形变带来一些精度上的不稳定性 另外呢刚刚提到的这个带缓冲的脚撑啊 这个设计理论上也可以缓解一些长时间 敲击键盘带来的手指冲击感 我这么说可能有点玄学啊 但是它确实给键盘带来了一定的形变空间 并且不会影响到键盘整体的强度 反正是一个好的设计吧 但比较可惜的是只有单独的脚撑 周期呢支持搭配的是加达龙的磁外轴 底壳没有封底 全建成3.9毫米 同时有磁玉轴的版本可选 但是得加钱 撩回键盘的外观正面 75布局带旋钮方向键下沉 配合这一套三面透光的热胜化键帽 整体的外壳晒纹是偏粗的 所以光看正面啊还别说 真的还别说啊 有点意思翻到背面啊 这样看其实也蛮好的哦 这里背部有一根装饰条 塑料材质 日常使用的话要注意一下磕缝 也算是做了一点的差异化 这并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啊看到底下 不是哥们这怎么回事啊 这键盘怎么说也399了吧 贴纸还能贴歪来 虽然说不想使用啊 但确实是有一点影响这个心情了 那么外观部分就说到这里啊 接下来就是赛摩都需需缓节 主控是新唐科技提供的 设置0.1毫米RT情况下 抬起0.19毫米断开 设置0.2毫米参数下 抬起0.27毫米断开 设置0.1毫米下压 2.9毫米触发 设置2毫米中断触发 触发点为2.13毫米 罗哥 罗哥 这个数据改的怎么样 你要高情商一点的说法 还是低情商一点 那就高情商一点吧 高情商就是我不会断除 低情商的 性能参数还有提升空间 你晓得整体还是高情商的 好聊回正题啊 这款键盘有一说一 在我这两周的使用中 稳定性是真的非常不错啊 没有时间断触的情况 那比起精度 我认为一把持久键盘 它的稳定性才是最重要的 那应该没有什么 比走着走着 突然停在路中间 以后被对面一枪爆头 更加人绝望了吧 驱动的体验方面 LG75搭配的是这个网页驱动啊 功能该有的都有 DKS RT都是给到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集停模式啊 说的就是打开之后 灯光会变成固定的 提高键盘的响应速度 但是好像还没做好吧 我这个驱动开关是没有任何响应的 哎 又被我逮到一个bug啊 工程师要加把劲了 那键盘的网页驱动优点也很明显啊 不用下载安装任何软件 直接就可以在浏览器上使用 并且苹果系统上一样是兼用的啊 可以正常的设置键盘 这个投入性就真的无敌了 但是这个网页版 目前还是没有手动校准功能啊 我猜是和之前那个 无缺的持组一个路数啊 内置了一部分的自动校准算法 但有可能这个算法是比较保守的 所以也导致了这款键盘的极限性能 没有办法做到极致 在我询问了厂家工程师之后啊 那边反馈会在后续 这个很快很快的把这个功能给加上 希望这个饼我可以早日吃上吧 好了来到最后 罗哥这键盘多少钱来着 磁白轴399 磁玉轴669 669 磁玉轴 那说实话 这个价放在上个月都还是挺香的 可以买一个插满磁玉轴的配置 要知道即便是现在的磁玉轴 放在海鲜市场上 都要4块钱一颗打底的 能卖这个价格 我觉得就挺正常的 但比较可惜啊 真的就出晚了一点点 前面有两个卷王在那堵着了 但据说后续这个 还会有一个铝拖拖的版本可选 就希望这个版本可以把价格 刷得更狠一点 又或者把这个做工 做得更加精湿一点 搭配上这个价位的磁玉轴 说不定还真可以和几个卷王 拜拜手腕 好了 本视频的全部内容给大家观看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这把键盘能出三模板 我是真的没想到啊 哈喽大家好 我是老K 本期视频和大家上手 这把红龙的K605 这把键盘的话 在22年就已经出来了 只不过这次升级了一个三模板 到这里可能就会有人问 这么大一个键盘 它的具体使用场景是什么 我刚上手这把键盘的时候 其实也不理解 直到我看见了这个视频 只能说世界上确实有那么一群人 对这种键盘是有需求的 不然红龙也不会把以前的模具 再翻出来 再做一个三模板是吧 但是在国内的话 能用上这把键盘的场景 我觉得还是比较少的 作为一个摆键 我觉得会更加的有益一些 我手中这把键盘 还是一个样机阶段 所以用的还是 之前单模板的一套按键配置 成名出来之后 是支持贴面灯和茶间灯的 但更换成贴面灯的话 会因为灯珠距离变大 亮度会有所下降 不过考虑到牺牲了这些之后 会支持热衫吧 也确实会有一部分人在用它 我觉得这点改变还是值得的 轴体方面依旧是高特代工的锯轴 这个体积一般的轴体和它摆在一起 可以算是地中地了 而且它的发生结构和传统的MX结构轴体 也是有比较大的区别 依靠轴心突起的部分带动顶部的弹片 上下活动发射 触发压力的话是100克 大剑上是120克的触发 结合键帽的重量其实并不算是很重 单纸还是可以比较轻松的使用的 既然走这么大了 键帽肯定也不能落下是吧 这把键盘是ON高度的键帽等比放大2倍左右 正常的小键帽都是2U左右 这空格就直接奔着13U去了 实际的游戏中手臂基本都是悬空的状态 加手托都不好使那种 马是得垫着手来敲 就我这种小戏胳膊戏腿 拿它打之确实是有点为难我了 打游戏的话就更不用说了 想按阿尖换弹老是按到1 想按锡键滑铲 笑死根本按不到 只能靠大拇指来滑铲 整体也不是不能玩 就是有点废队友而已 单纯论大小的话 红龙这把键盘也并不算最大的 前面还有一款黑峡谷 那个1米8的键盘更加离谱 那款键盘的售价是去到了10万块钱 而且需要提前三个月定制 普通人想买的话就不太现实了 红龙这款键盘之前单模的版本价格是1399 这款三模版估计也不会太贵 可能会在1600块钱以内 算是普通消费者可以买到的最便宜 而且具有实用性的超大键盘了 在国内这种键盘的话 我个人觉得更多意义还是一个装饰或者百件 像视频开头里面那样 外国小哥拿来用的人应该不多吧 好了那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